308就是这一几H你可以试着写写看 这个就是98765就把9加8加7加6加5 方法的话很多 所以我有提供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文字的方式 一个一个切出来之后再得到结果 所以这边的话我的写法308 OK A308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拿我之前写过的 就这一串我就直接拿来贴好了 OK而且这边最后一样我会用到format 为什么因为有两个变数要输出 那他的这个逻辑我先执行给各位看 比如说他考试就是希望说 你请你把那个98765的每一个值抽离出来加总 如果你输入之后的话 他还有一个逻辑 他是要输出几个 所以先输出一个 意思说我只有一个变数在98765 Enter OK要有个变数 就是sam的结果 他会出现35 这是方法一 还有方法二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 不过你们可以先写底下这个变数 再写这个变数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也是额外的补充 第二个方法就是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求余数之后再除除的方式 这边也有 所以其实也可以请各位多多练习 多把这个回圈的部分稍微熟悉 两个方法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要再来看就是输出那个信号部分 所以后面的话 假设我今天希望输出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出一个正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输出的结果就大概长这样子 那这个规则 第一个就输一颗星 第二列输出两颗星 第三列到最后13颗星 OK是一个正三角 正向的越来越多 不过后面其实还可以改一个方向 反过来13到1 13到1怎么输出 这个地方要怎么写 可以想想看 那当然我前面讲过 我的习惯是什么 这个是for i 列 然后我们的习惯是 先输出一颗星 所以底下我这边for i 然后底下有个for j for j的话是输出几颗星 所以假设 那从一颗星到后面几颗星 所以当i等于1的话 那应该到2停下来 底下的话就输出几颗星 输出一颗星 后面记得要把那个放行拿掉 那再来的话 print 跟那个角度的话有点像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执行 它输出的话就像这样 不过跟各位讲 因为呢 Python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呢 四串它可以用乘号 四串乘一个数字的话 表示说它可以重复输出几次的意思 repeat的意思 如果你会那个方法 它有第二个变化 就是你其实就不用写那么复杂 一样for i等于1到14 那底下的这个程式追就不用了 你可以怎么写 printer 一样print的什么 你要print的星号 输出几次的话 很特别一个写法 就乘 诶 字串怎么可以加减乘数 不行嘛 但是Python这边是可以 其他语言不行 这个意思是repeat的意思 repeat的几次 如果你repeat一次的话 就repeat1 诶 那不是刚好跟i的值不是一样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写 星号乘上i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刚好就怎样 刚好呢 我们这边有没有 i第一次是e 出出一颗星 刚好print本身会有个换行 换行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写成这样的话 直星 有没有 一样 可是如果你要颠倒 比如说星号多到少的话 怎么写呢 反向哦 所以这边应该是什么 先13 到 1嘛 可是要1的后面那个值 那越来越少就0 逗点 越来越少记得输 负1 诶 这样子哦 OK 那就颠倒过来咯 OK 有没有 13 到1 颠倒 这个就可以颠倒输出三角形 最后的话它有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请各位也许可以看一下 在云端上面 我们要输出什么 就是这个是颠倒的 然后最后的话我如果希望输出什么 空白在前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total底下是13 对不对 所以这边要12个空白 加1颗星 11个空白 2颗星 10个空白 3颗星 也就是说怎么样 total结果啦 空白加上星号的total结果应该要13 所以一直到底下刚好13颗星 所以不用空白 诶 可是像这样子要怎么写 这个又当然就会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点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利用那个 这个这个正向输出 这边会多利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 那个字串可以用成的 成一几次可以履屁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果这个OK的话 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正向 要再加上空白 诶 这要怎么写 OK 所以第一阶段 先写出来 我们就是刚刚嘛 一颗星到14就是 13就是14 然后正向 这个是输出正向 正向的这个三角形 那如果说 我今天要把它改一下 如果前面要加上空白 那这个空白的归时 刚好跟什么 跟这个星号 它的这个数字刚好加总 就是要13 那怎么做 请各位稍微试试看 把那个规则又加一下 试一下 5分钟 不信心 请教认 同时 将星尔 不信心 对 没关系 安 试图 雨 就 她